身体发出7个信号可能是甲状腺癌来临 别到晚期才发现 大家好,我是肿瘤科医生徐伟 甲状腺癌是近年来发病率非常高的癌症 尽管它的死亡率相比其他癌症较低 但如果不能及时的发现并治疗 其后果仍然十分严重 因此了解和识别甲状腺癌的信号至关重要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甲状腺癌来临前 身体可能会发出的7个常见信号 第一,颈部的结节或者是肿块 通常结节直径大于2公分 生长速度比较快 摸起来很硬,边界不光滑,活动度也很差 第二,出现声音饲哑 颈部的结节肿块逐渐增大 压迫了喉反神经 导致声带不能完全的闭合 从而引起了声音饲哑 第三,颈部淋巴结的肿大 颈部淋巴结肿大是甲状腺癌 比较明显的一个转移症状 当癌细胞开始出现领巴转移的时候 就会导致患者出现非常明显的颈部淋巴结肿大的现象 这些淋巴结一般属于无痛性的淋巴结 第四,呼吸困难 如果甲状腺肿块压迫到了气管 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 如果出现了肺部的转移 也有可能会出现咳嗽卡血的症状 第五,吞咽困难 有部分甲状腺癌患者在早期时 会出现吞咽异常 颈部压迫感的症状表现 这是因为甲状腺出现肿瘤病变的时候 会使得咽喉部位受到挤压 从而出现了一种症状表现 第六,甲状腺周围的疼痛 甲状腺癌引发的肿块 有可能会压迫周围的神经组织 导致大多数的疼痛发生 比如说颈部肩部的疼痛 第七,亢奋 如果甲状腺癌合并甲抗 患者可能会出现兴奋 难以入睡 特别爱生气 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如果大家出现这些症状时 一定要快速就诊 以免延误病情 对患者生命造成重大的影响